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大佑在台上应该不会感觉累 因为那个荷尔蒙肾上线不断出来 可是他最累就是演完了演唱完 比方说有一次演唱完我碰到你 哇他趴在那边好像快死去一样 我把他拍醒 喝酒喝酒 他戒酒了 他戒酒了 戒酒了 这可是新闻 相对以前等于是戒酒的 对啊 现在只是小喝一杯 我记得以前我到他的工作室 就一坐下来来来喝喝喝 还没进来还没坐下来 已经说喝喝喝了 你都不记得你到我们这个节目 是二进宫第二回 你是到第一回的时候 要不说他就很敏感的人 可能不管上多少次节目 还是会觉得有紧张 我就记得你可能都忘了 他说能喝酒吗 能喝酒 说弄瓶酒 后来我们这导演还真买了一瓶酒 他一下聊了三集 后来我就聊的好不好 这酒不错 后来你说我们这个导演讲 他们节目预算没有 他买的是没有酒精的酒 真的 他就心理忠诱 心理 所以你看这就心理忠诱 不会到这个地步 还有大佑刚刚说到他会紧张 我见证过 他有一个方法 我不晓得你什么时候 开始这个方法 他去做活动以前 登台以前去打太极了 把门关起来打太极 我还以为跑错了地方 我说不是有滚乐吗 我本来去后台找他 看到他在那边蹲马步打太极 这个方法是最近几年才学的 对啊 他是一个 其实打太极是任何运动 我觉得都可以 都可以来失调的一种东西 他其实是慢的东西嘛 对不对 他其实是慢的 其实是对人的呼吸啊什么 他是调气嘛 调整状态 调整状态 还是慢下的一种方式 对 他这个要到急动啊 你像过去中国人不是讲嘛 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知中 就是说他一到这个摇滚就起来的状态 实际他在起始的第一个零点位的时候 对 他把自己调整到可能一个极净的一个状态 对 其实就是个meditation嘛 其实你要出 你要出那个出场以前 其实就是慢慢慢慢在聚那个气嘛 因为自己要慢下来嘛 唱歌跟太极是同行都是气 都是练气 对 是吧 对 还有像我想起我们前两天啊 跟文道流足球 欧洲杯 他说什么什么队的球员 出场以前是看书的 这是把气定下来 把心情定下来 你不要完全在想说 我现在要唱歌 或者我现在要踢球 反而不应该去想那个事情 对 反而不应该去想那个事情 你看我不懂啊 就是好比说像你们这都是老将了 这个这个歌非常熟悉对音乐 那每开一场音乐会之前 会有什么担心吗 就觉得这不是小菜一碟 会不会是还是说 我还肯定会紧张 我觉得不会紧张的就表示是 你不注重这场演唱会 其实紧张它是毕竟的过程 其实紧张是其实你在collect 在collect那个energy 在收集那个能量 因为其实每一场演唱会 你说在台北举行 你在香港宏安举行 你在北京手提举行 因为他来的来的人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地方的特性都不一样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人文都不一样 这些人 他可能都讲国语 他腔调可能都不一样 他吃的食物都不一样 空气的食物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他带来的能量可能都不一样 他的话题 他喜欢的歌曲可能都不一样 在台北可能他大家喜欢的是什么 可能是从鹿港小镇到台北红玫瑰 在北京他可能喜欢的是爱人同志好了 他喜欢的是另外一首歌 所以他的能量是不一样 香港是皇后大道 我们后大爷都东 对 他可能是喜欢是七夕棍 变成港歌 对 他可能喜欢它是更更更 pop 一点的歌 所以他那个能量可能会是不一样的 你像我记得这个崔健就有点发牢骚的感觉就说 哎呦我到哪都是一无所有 到哪里 他的意思是说 他你知道吗 我的音乐我在进步 我这么多年 我有很多新的歌 新的这个这个和弦或者什么的 我希望他们能够欣赏 他说但是呢 我现在到哪里 都是底下都是叫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你会不会有这个 就老唱这个老的 但老崔有时候 譬如说他去 譬如说去成都 你别看成都 成都因为他的音乐在某方面 就姚古音乐他很盛行 可能有些人会希望他唱一些比较新的一些 他写的姚古音乐的歌曲 所以那些 那些层面上的一些那种 带给那种 soul writer 写歌的那种能量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在开演以前 你会从这种 我相信 一个创作者会有唱歌的人 他是有个天线 你知道所以我在 我在开演以前 我有时候会自己 会先 聚气 对 我会这样子 我会采气一下 感受一下今天来的人的那个感觉 可能是什么样一种 一种感觉 所以这个人紧张 刚刚我们在讲那个紧张 会有点关系的 因为这些人都是多年来 喜欢你自己的歌的人嘛 所以他们是带着 他们票可能 一个月以前 两个月以前 都已经买好了 那这个东西 那他喜欢你的歌 很多已经十年二十年了 那他一定会带来一种感觉的嘛 一定会的 那这个东西就是 你会紧张的原因 对 多年以后 你就感觉那个东西 所以今晚你表演可能会用另外一种声音 另外一种方式去 即使歌单一模一样 跟上一场 譬如说在 在烟台好了 表演的是一模一样的歌单 可是你这样散发出来 那个感觉可能会不一样的 这个你说的好 可能会不一样的 因为我有时候也有一些这个舞台的这个体会哈 我就觉得他说的很清楚 也许可能人家说你是巫婆神汉哈 但是呢 表演者往往会有这个感觉 你比方说你看现代这物理学里不是 理论里不是讲有一个什么就说这个量子力学啊 就说有一个状态 过去说爱林斯坦都不接受嘛 说上帝不扔闪子 就是说一个粒子 它的状态啊 可以是任何一种状态 实际上你不知道它什么状态 但是只有在什么时候确定呢 你一测量它 它定住了 一测量的时候它才固定 否则它就不固定 别人觉得很不可理解 我觉得大脑就是这样 你看有时候我对一个主持人 对 我在上台的时候啊 我脑子里可能有七八种说辞和说法 但是到底开口第一句说什么 没错 我不知道 但是在我走向台新的过程中啊 好像我在感觉这个跟观众之间这个气 到最后你一出口 是一个你不知道的 所以他说的这个 因为他说的真好听 其实到最后就是看运气 站在那边 想着哪个台词就讲 现在最该讲的是 去广告 去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形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形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这大佑可是教父啊 这我们流行音乐的一代教父 所以我也很感兴趣啊 很多人啊 就是好音乐的人啊 也想听你说说 你对今天的音乐是什么感慨 感慨的 请问别叫教父 养不教父 那你得教教我们 我们是快出为人父而已 对没错 这事待会还得聊的 先说说这个 就是说因为什么呢 好多搞音乐的人啊 我现在觉得有点这个 怎么呢 末日黄昏之感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倒觉得 因为这个只是在讲说 唱片行业不行了 对不对 这CD卖不出去了 我说的还不是这个层面 好比比如说摇滚精神 摇滚精神 你觉得在现在这种时代里 还有它的土壤吗 可是摇滚 你看我们真正讲摇滚乐 我先述说摇滚的历史好了 摇滚乐是其实是在1954年 那一年猫王进去录了一首歌 叫做It's All Over之类的歌 或者Jet House Rock 这样的一首歌以后才开始有摇滚乐 这样的一个形态产生的嘛 所以那之前 之前没有摇滚乐的时候 那怎么办 对不对 那我知道摇滚乐是在大概像Hip Hop 大概是九几年电子音乐开始出来以后 就开始慢慢没落了嘛 那我们讲没有摇滚乐之前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音乐是有一波一波的 比如说民歌啦 那种吉他式的音乐是大概是在大概四几年开始了嘛 对不对 那Bluze的音乐大概三几年嘛 那爵士的音乐大概也是三几年四几年开始 所以每一种音乐都有它的风潮 嗯 那唱片 唱片是开始在大概1月20年左右 流声机这种东西开始 开始有流声机开始 对不对 然后到三几年四几年小的这种这种SP开始有 所以那没有流声机跟没有唱片以前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很幸运在一个有摇滚乐的时候 我们红了 所以没有摇滚乐的时候 我们也不应该觉得说我们不红 有流声机跟有唱片的时候 我们也不应该觉得说 我们就 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觉得我们很幸运 嗯 那没有 没有唱片没有CD的时候 我们也不应该觉得说我们就不能做音乐 对不对 我应该觉得我们深入音乐 可是有人讨论过 其实有滚乐 跟所有音乐都是这样 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发展蓬勃了 可是因为有互联网 比较有互联网 对对对 所有的地下乐队 大乐队 小乐团 全部自己拍五分钟 六分钟 自己创作的歌 完全不用考虑说唱片卖不出去没人替你出 不用 你就放到YouTube 放到所有的视频网络上面 所以其实这数量来说 还有这个广度跟深度来说 那从来是远远比不上今天的多元化跟发达 其实我记得这个大悠雄是巨蟹做的 是吧 是巨蟹做的 对 就是那种记忆 感情比较冲动 就就很 很多情的人 多情 我觉得啊 我从你的歌里到后来认识你这个人呢 我就觉得他有他的一个一个潜潜意识里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啊好像私下里他会跟你讲政治 台湾这个那刚才还在说呢 台湾今天是这个蓝和绿的逗到什么程度 才逗到今天这么一个结果 或者他又会有他的家国情怀啊 但是我就觉得你身上的这些东西 甚至有人讲叫社会批判吧 在今天还有寄托吗 有寄托啊 今天你可以批判什么呢 今天什么都可以批判 可是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的嘛 我不需要再去 那个东西太多人在做了 那么多人在做 为什么需要多来还继续再做呢 我不会一辈子干那个事情吧 那你现在都有什么呢 我告诉你他要做什么好吧 他还有批判 他批判他的朋友 就是我 我这位子收到最长的短讯 这是来自大佑的 罗大佑的 两百多只的短讯 几乎写了一篇文章给我 骂我 因为我前一阵子啊 在报纸 台湾的报纸 写了一篇长文章 调侃农印台 我说假如农印台在台湾混不下去 最好回来香港 他是农印台好朋友嘛 他也对农印台非常有 非常有期待嘛 他就半夜然后给我一个短讯 两百多次 然后呢 我没回他还是我简单的回 他还不服气 再来一个三百多字的短讯 性情中人 对没错 我心里想的就是这四个字 我觉得哎呀 农印台老师啊 真的幸运 有这样的朋友 可以那个发了几百字的短讯 那另外我一个想法就是说 罗大佑是不是又喝醉了 半夜传两个短讯来批判朋友 他其实他这个喝醉了呀 他骨子里有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人说是的那种 那种东西 其实两个人都是我好朋友 人家也刚刚才上台 你不要这样子嘛 你们这个香港人老是喜欢这样子 农印台应该上台 但是实际上你对他有什么期待的 或者说你对农印台主义 起码是台湾第一次这样做一个从这个文件会变成一个文化部这样的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应该对他有一个期许啊 而且我觉得做一个妈妈做的不错 他做的妈妈做的不错 你看平常就是你听到你们还批判 经常批评台湾文化 但是实际上呢 在我们这大陆朋友来说 我们到台北去觉得台湾的文化很好 你知道吧 对 所以反过来讲 我不知道这些年你对大陆也了解越来越多了 对 你对大陆文化又有些什么印象 其实文化这两个字讲起来容易 其实讲起来是蛮笼统的嘛 那我问你 你觉得文化这两个字的定义是什么 集合无所不包 生活方式嘛 一般人人类学的定义这是生活方式 我自己的定义是文化 对我来讲其实要简单去解读它 但也不能不定义 文化应该就是人类生活的累积嘛 累积这两个字会蛮重要的 就你要它到某种程度你要检视它 我们人类生活的累积嘛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谈那个文化这两个字 应该是到目前为止 2012年到现在年终了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了我们生活 周遭生活的累积的总检讨 这样 那我对现在台湾人的生活的文化 我算是满意的 因为它就像你刚刚讲 经过来历的动争到现在为止 大家终于觉得不能再斗了 他弄成这个样子 他真的不能再斗了 所以大家逐渐找到了 我们之间的距离 终于找到就是不能再斗成这个样子了 有人去坐牢了 有人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逐渐开始要好好心全的工作 为自己工作 不能为那些人这样去斗了 找到自己 找到人跟人的距离 找到个人的尊严了 这样 所以这是大家经过多年 之后累积下来一些这种尊严的东西 但是这斗 没有我说 因为他刚刚讲斗争 我就想斗争的对你最有直接影响 其实应该是两个年代 第一个就是八年年代以前 解研以前 对着广民党那个情况 后来就是绿营 陈水扁当政的时候 听说那一阵子你还蛮有麻烦的 后来就没事了 没事 其实你看到目前为止 给哪一个政权搞过什么事情 我们这种人其实不会真的去搞事情 我们这种人其实会提示 你搞得还少 比较少一点 真的不多 入港小镇或者什么什么 经常我觉得你都算是我印象当中 那种像西方的那种很多摇滚明星 他会介入政治 表达态度的 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已经是给我很强烈的 印象的华人当中 但是我们基本上会提出一种 怎么讲 会提出一种写歌的人 写歌人会从他的音乐旋律里面 他至少会提出他的音乐的美学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你不要讲说 吹君一无所有啦 罗拉雅的陆港小镇 罗拉雅的爱人同志 我们在音乐里面 绝对会提出我们的美学看法 你听一首歌 觉得好听 或是他很愤怒 其实他里面 在旋律里面 他有他的美学观点在里面 为什么一首歌 你简单你说 练曲1990好了 你说 再土一点好了 明天会更好 他里面 绝对有他的美学观点 他才会对大众接受 他有 比如说 你能解释一下了 比如说一首 一首简单的旋律好了 我说 比如说是 它是这个东西 它是一种调 调 调性音乐 它是固定在一个调 调 调性里面 它是调式音乐 这样 所以它基本上是 比较不会定在一个 一个 哪个调里面 这样 所以它是在用一种 一种旋律式的 单性的 线性的旋律 去 去 说服人的那种 一种新的 新的这种 线性的一个美感 所以他要用这种东西 一种独创的一种东西 来说服人 就是说 你要用一种新的方式 来聆听一首 一首歌 这样的解释 它得有新的看法 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陈词陈词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区老酒 来 嘉辉 批判批判 不是批判 批判批判 感怀一下 因为刚大幼啊 在哼这个音乐的时候 我脑海马上要涌起 即将女孩子的脸 因为我80年代在台湾读书 所有的每一首罗大幼的情歌 背后我们都有过故事 一听你哪一首情歌 我就想到 当时跟哪个女生在台湾大学的 那个丛林里面 做什么事 哪一首歌是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一哼啊 哇 怎么突然几十张女孩的脸孔都出来 几十张 他那一首歌 所以你也不知道是吃亏还是占便宜 你知道就是你的这个歌 当年一代人 多少校园情侣的催情记啊 就是他这种调调啊 所以那些女孩每次来找我算账 我都说不要找我找罗大幼 我是被他多影响了 你知道吗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 就是难道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年轻人 更加喜欢有些折丝的东西吗 你比如说我们前一段去台湾 台湾的文化人也是讲你们的八十年代 大陆也有一个八十年代 就通常来说 比如说跟今天的这个年轻人相比较 你想那个时候校园里听他的歌 那么练曲1990啊 都是一些等于你知道吗 二十岁的年轻人 在思考一些类似于都到了一个中年人的 这种沧桑感的这种歌曲 你不觉得跟今天的年轻人不太一样吗 那当然不一样了 每个时代每个时代不同的节奏 它的氛围 然后像包括其实现在听的听的硬体起来不一样吗 现在一个iPhone它解决多少事情 现在你看年轻人听的歌我觉得都是轻松的啊 或者是有些节奏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啊 比较比较嗨啊或者是 但是你像那个时候感觉都像是皱着眉头 看着历史书 然后抱着女朋友也要谈谈家国的那种感觉啊 对 时代给予我们那种负担跟那种肩膀上扛着重量真的不一样 我觉得不一定了 像我那时候听罗大佑的歌 也听其他乱七八糟跳舞的歌啊 像现在内地的年轻人一样嘛 我碰到我感兴趣的反而是说 现在去内地好多年轻人二十来岁 都说对罗大佑的歌非常喜欢 那我都有点惊讶 我说不是应该你妈妈你爸爸喜欢的吗 他说不是 他们就完全听完全投入啊 所以那个那个能够还是继续打动他们呢 我觉得这是你说美学的概念啊 不仅是内能的部分 对我觉得是 我觉得好的 接着向来会进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他的歌 实际现在也是用他的旋律在编上一些新的